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旧是不太乐观的 大家务必要持续的节约用水 好 来看一下了新的一波蜂蜜云系 持续的在接近台湾 预警会影响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特别是在桃园以北 基隆北韩跟东半部地区 会受到这波蜂蜜云系 轻轻略过的影响 导致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虽然说雨是不是太大 降雨的时间也不是太长 还是提醒您要多加的 这个西大雨去出门 才不会凌晨落汤机了 另外在新竹以南 一直到高雄屏东 则是会维持多云到多云时期的天气 越往南部走 阳光会越加的灿烂 天气会越加的稳定 而在气温的部分 持续是比较温暖的情况 各地的高温都会来到了20度以上 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 还是有27 8度左右 很春天的感觉 只是提醒您了 清晨和晚上 还是会有比较凉的感觉 低温的部分 还是只有18度到17度左右 特别是在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南部地区稍微温暖一点点 是来到了21度 所以提醒您 这个早晚外出 还是要记得注意保暖了 最近的天气状况 是属于中午温暖 早晚凉的天气形态 好 最后要提醒大家了 第二阶段限水即将要实施了 有哪些地方要实施呢 其实目前这个黄色的地方 其实就已经在进入了 第一阶段限水了 而预计在礼拜四 2月26号又要进入第二阶段的限水了 有哪些区域呢 是新北的部分地区 一直到台中还有台南的高雄呢 目前即将要进入第二阶段的限水了 第二阶段限水呢 主要是针对一些用水的大户 以及洗车啊 或者是游泳池这些地方哦 不过提醒您 如果呢 这个水情再也没有改善的话呢 恐怕即将要在五月份 进入第三阶段的限水 这个时候呢 对我们的民生用水 恐怕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了 而且其实从现在看起来 未来这三个月春雨的情况 降雨呢 依旧是不太乐观的 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 持续的节约用水了 今年的水情 真的是比较吃紧一点的 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 多多的节约用水 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